朋友们 晚上好 现在是23点08分啊 应该是11月9号了啊 119 火警啊 119 这个周一的晚上了 给大家聊一个话题啊 现在燕交啊 燕交房子都不要了 断供的人数激增啊 债权人半数为银行 一半的债权人是银行 这回银行也瞎咪了啊 燕交我是在那住过啊 也买过两套房子 两套三居石在燕交 所以燕交的情况 我是比较了解的 家住燕交的王明啊 叫王明 没叫张国焘啊 是北京一家知名的 法拍网站的啊 工作人员 在他居住的小区 地下车库 张贴着法拍房的广告 北京 燕交 不限购啊 司法拍卖房源 每月新增 700到900套 部分房源 不限资质 根据人民法院 诉讯资产网公布的信息 不完全的统计 截止到11月的5号啊 四天前 2020年 这还没满一年呢啊 三合市人民法院 执行的燕交 法拍房的数量 达到了208套 阔弧次啊 是2019年 全年数量的2.2倍 这有个不好的趋势啊 证明很多人 还不起房贷了 就是经济状况不好 在这些司法拍卖的房源中 有相当部分的债权人 为银行机构 这说明大部分是断供者 法拍房源啊 大量上新 新旧的新啊 上新房了 王明整理出来一个 11月4号到 11月 应该是10月啊 10月4号到11月 啊就是 就是11月 11月要拍卖的 11月4号到 10月24号 这20天内要开拍的 要准备拍卖的啊 燕郊的法拍房源的名单 这份名单 共有49套房源 王明他所在的公司 专业做法拍生意 通常情况下 司法拍卖的规则 是价高 价格高啊 价高者得 他会协助对接法院 拿材料 缴纳税费 过户等手续 同时 会协助房屋 腾退 及交接等事宜 我们是包过户 包交房 如果成交 公司收取总 成交价 3%的费用 如果不成功 则不收取费用 就是一个法拍房的中介 实际上 一个服务的提供商 按照他的说法 按照以往的经验 最终成交价会低于市场价的 10%到30%左右 目前燕交 可选择房源的范围比较大 人民法院资产诉讼网显示 2020年以来发布的房源数量 是208套 扩户次 2019年是94套次 2018年是82套次 07年 17年是10套 而16年只有4套 大家看啊 16年4套 然后17年10套 就翻了2.5倍 但是14年只是个位数啊 那会经济还是不错的 17年已经有点下滑的趋势 但还不明显 18年82套 比17年就翻了8.2倍 然后19年是94套 94和82这差距没拉开 对吧 也就是增加了12套 是吧 增加了15%左右 然后去年 去年一整年94套 今年现在刚11月刚开头 还有差不多俩月 大概也就是10个月左右 已经208套了 20894 94乘以2 如果是一倍是188 188又多一个20套 大概又是22% 对吧 所以增加多少呢 增加了1.22倍 根据淘宝的司法平台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11月4日 燕郊地区 法拍房源上架 上架啊 就准备成交吧 数量为108套次 同比增长27% 而19年是18年的2.6倍 11月成交的一套浮城2期 86平米的房源 成交价格是92万 折合单价不足 1.1万每平米 它跌多了 前两年最高峰的时候都3万多了 现在跌的哪有 过去说腰斩 斩一半 现在都 是吧 后来臀斩 到屁股蛋子这 现在都到 到膝盖这 是吧 三分之二跌下去了 浮城嘛 就是李福成嘛 当地人叫他李福成 李福成我还见过 是吧 他儿子啊 跟我打过交道 他们家 原来最早就做这个 开香油房 榨油 榨香油 卖香油 后来倒腾牛 从内蒙啊 张家口啊 承德那边 往这边倒腾牛 他怎么发家的 就是有一年李鹏 把他数为一个典型啊 农民致富 到他们家来过春节 来看望他 结果 他赶紧把周围老百姓家的牛 都给借过来 或者租过来 给他们家凑数 壮大声势 从那以后开始活起来的 后来他们做这个牛羊肉的屠宰 我就从他们家进羊肉片 一次进个三四千箱 我有几个大单位啊 发 这么着跟他们家认识 后来他们家搞冷库 搞物流 后来搞房地产开发 应该是房地产开发 挣的大钱 还有个福城大酒店 餐饮娱乐是他们家的 李福城有个原配 给他生俩儿子 大儿子跟着他做生意 小儿子据说是混黑道啊 然后据听说啊 因为我认识他们好多员工啊 据他们的员工说 他外边还有个小老婆 然后又给他生一姑娘啊 这都是江湖传说啊 这个李福城据说大字不实 基本上是个文盲 就会写仨字李福城 然后这仨字老练老练写得好 你要去他那招聘 他跟你谈话的时候 如果他想用你就画一勾啊 不想用你就画一叉子 这就是李福城 跟他同名的顺义的 那个燕京啤酒集团 原来的董事长 也叫李福城 那个人就正常就退休了 前一段上个月吧 我刚做的节目 那个现在的那总经理 顺义啤酒 那个燕京啤酒集团的 是个年轻的 四十多岁 被抓了 肯定是大量的贪污腐败 挪用公款 以权谋私 全是这点事啊 或者再有一两个女人 是吧 情妇 然后据这个法拍房 这个中介的王明透露啊 房源成交后 除了其所在公司 收取3%之外 购房者的其他费用 还包括气税 这个水电 物业 取暖等费用 其他成本还是有的 但肯定比市场价便宜 起码省个装修费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1月2号 三合市人民法院 公布了一套 东方夏威夷北区的 93平的法拍房 申请执行人为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这个三合市支行 农业银行 叫ABC 简称ABC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房源于2019年9月22日被查封 去年9月份的一年多了 将在12月5号开始在京东拍卖平台 进行拍卖 这套房源是16年8月18号被抵押给农业银行的 对应的债权的数额啊 欠多少钱呢 192万 借款期限为20年 三合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 该笔借款的用途为购房 从17年9月24日起开始逾期的 这个房子那才还了一年呀 16年8月到17年9月 还还了一年就开始不还了 其实我知道的有些 我在顺意不住了三年吗 有些顺意的那个不是本地人啊 东北人啊什么的 在顺意开个商店之类的 他们也炒房 烟交的房他们也买 因为总价要比北京还是便宜好多 他们有的人的首付款都是借的 甚至借的高锡的高利贷啊 首付款都是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买到房 肯定升值 等升了值我给他卖了 没想到烟交在17年左右咔嚓一下 不让买卖了 他用的是限制购房者资格 限制你进这个市场的门槛的方式 必须有三年的烟交的社保 才能买房 应该是17年5月1号左右 五一推出的 不过到今年五一也 那些够资格的可以买房了 要有三年烟交的社保 但是烟交里边上班的人 绝大部分是在北京上班的 在北京上班 公司或者单位 已经给这些人上社保了 那么他那么 在烟交就是说有河北的三河的社保的 符合这资格的人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这一下 政府太清楚情况了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 都直接达到你的要害 所以他就不想让你卖 你知道吗 不想让你卖 是吗 他不想让那房子失控 涨一波 政府收割一波 然后咔嚓 用各种技术手段 用政策手段吧 就跟你锁死在那了 是一个资金的池子 把你锁死在这 这水也别流出去 也不让薪水进来 沉淀一段时间 政府要消化 要吸纳 要稳定 然后过几年 再弄一波 所以他们是拉抽屉 拉一下抽屉 拉开了 关上 拉开了 关上 是这么玩的 所以你看据了解啊 同一执行人 还于16年的8月22号 以购买二手房的名义 向中国银行 大厂支行 都是北三线啊 北三线分三个线 现在叫市啊 就是三河市 还有大厂县吧 大厂回族自治县 还有一个湘河县 这三个县挨着 是被北京天津夹在一块的 河北省狼房市的一个飞地 还像大厂支行啊 中国银行啊 这回是Bank of China 是另外一个银行 它欠了好多钱 这个贷款了196万 贷款期限为20年 在偿还了6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后 断供了 为什么断供了呢 大家看这个时间点 16年8月 当时房子特别热 涨价涨价 不断涨价 就觉得副中心 北京的市政府啊 副中心要迁到通州区了 所以他们觉得通州要涨 我们燕郊也得涨 随着 是吧 就是一个通州区的一个殖民地吧 是这么一种心态 所以这些房源拍卖所得款项 主要用来偿还银行贷款 哎呀 太可怕了 这个炒房呢 我都认识 有的在燕郊炒房呢 有的还让我跟他们合伙呢 北京话叫加棒 加一棒 就是赌博的时候也是啊 甭管他输赢 我加棒啊 输了 我也跟着输 赢了 我挣一份 他没找我 说让我投钱 跟着一块弄 一个张家口的一哥们 原来当兵的嘛 他就住在燕郊啊 他倒是觉得房价一直在涨 很热 幸亏我当时理智了 说实话 我也没多少钱 我的辛苦钱 血汗钱 我也不会投给他 还找我们别的朋友 也给他投钱 别人也没给他投 后来这哥们 就不跟他联系了 听说得了神经病 反正也挺可怜的 然后好像他儿子上幼儿园 什么的 然后他也跟学校老师 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吧 他也有暴力倾向 那哥们 但是那个人不坏 08年汶川地震 他还跑到四川的地震灾区 当那个志愿者 义务救灾呢 有很多人 我认识的 有的复原军人 还有一个在辽宁锦州 当过兵的 那会儿二十多岁 也是跑到了四川去救灾 他们看到地震 很多人都活活的 就给压死了 特别的可怕 到处是尸体 好了 扯得有点远啊 咱们就聊烟焦的事啊 不扯别的了